第三世多结羌佛办公室 第23号公告 根据国际佛教生理总会 送来的有关洗饶跟灯 感马巴登洛德仁波茄 金刚幻体禅修法圆满 举行感恩第三世多结羌佛法会的讯息 同时接到一些人 请求第三世多结羌佛 印证关于巴登洛德仁波茄的 金刚幻体禅是否属实 是否是他学法后自己修开的 他早就破阿法开了顶吗 并说金刚幻体禅比佛阿法功力大过千倍 这是正确的吗 为此办公室答复如下 第三世多结羌佛说 我自己说谁是凡谁是胜 是不能作为定论的 我自己是惭愧者 我真正教大家的修行 是以发在网上的解脱大手印两大薪水 和什么叫修行为修行依据标准 如果你要了解人生宇宙的关系 就要听我讲的借心经说真谛 我无权做圣凡定论 因此我不参与任何佛教机构 举行的圣德级别考试的鉴定 无论是什么圣德要学佛法 两大薪水才是一切大法的根源 第三是多结羌佛办公室 没有设立对任何修行正量测验或考试鉴定的项目 不做这方面的事 当然经过七师时证当场考试 这是拿因果来担保法式公认的 但办公室根据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准确信息 对金刚换体禅修法成就者 在科学仪器的检测下 只能作为基本的三师期证 对开顶者的参考证据 不是最终的定论 真正确确的定论 必须要通过七师时证现场考试 证明倒行的正量等级 由七师时证亲身兼考 亲眼所见定论真实不虚才发给圣证书 总之是什么等级 请你们自己看辞证者的圣证书 凡持有七师时证的圣证书者 无论社会上任何对他好的传言 或是非的放言 都不影响圣德的本质 圣证书是唯一铁定标准的依据 如果是假的开顶 不显道亮 十几个出家人或仁波前 就不敢以多二道恩发誓 为为开顶者担保 而且每年都要考一次作为年圣 是对行人的负责 以免误认世道退返的人为圣人 根据了解 喜饶跟登仁波前早在十年前 是破花法开顶插草 后来由于他的行持关系 造成一些负面的传言 但是他确实在三年间 学了金刚换体禅的法 目前据他们传的资料 显示开了顶 但本办公室至今没有见到 七师时证现场监考定论的结果 因此我办公室不能答复 该仁波前是否真开了顶 无论是什么样的大德 仁波前必须要清楚一点 释迦牟尼佛的四意义之一 依法不依人 无论是什么人受金刚换体禅进行法 只要能经七师时证考试显示合法 道量过关 那确定的说 这是无疑的金刚换体禅进行大圣德 如果有人对持证者非议 无论是什么人 此人绝对持见不正 至于所问到的金刚换体禅与波阿法 绝对不是同一层面的法 波阿法是天地之差于金刚换体禅 只是具备波阿法开领并不是圣德 而金刚换体禅是大圣德 所以波阿法才只能插槽表示 是没有展现十项造型的境界的 第三是多解枪佛办公室 2011年9月29日 天地之差于是金刚换体禅 第二是多解枪佛办公室 第三是多解枪佛办公室 不这解枪佛办公室 一切的充分 不是无论是多解枪佛办公室 你将纪佛办公室 是多解枪佛办公室 一切的充分